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孩子身上的伤 绝对不是几个孩子打出来的 断了根骨头 当然不是这些孩子打出来的 是宋赵氏打出来的 宋福看着宋赵氏打宋燕燕 一句话也不多说 要不是宋赵氏去我们家闹 这件事怕是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 这宋燕燕也不知道 能不能在宋赵氏手下熬过下一次 他实在是想不通 这孩子是你轻生的 男孩女孩有这么重要吗 你不喜欢他 就可以当他不存在呀 这样打他 真的是不配为人 宋赵氏要 我去看看他 去吧 叫我这那边 李郎中指了指 自己片方里的一个房间 宋赵氏顺着李郎中指的地方走进去 宋燕燕一脸苍白地躺在那里 他实在是太了解 这样的孩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宋赵氏走到宋燕燕的身边 捏起她的手腕 脉搏无力 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宋赵氏在屋里看了一圈 在一旁的桌子上找到一个杯子 从水壶里倒了点水出来 然后往里面加了几滴灵泉水 又拿出一颗止血止痛丸 为了宋燕燕吃下去 然后把水全部喝光了 有了她的这个灵泉水 进了鬼门关的人都能被拉出来 宋燕燕喝下去之后也就吻了 接下来就吃李郎中的药就足够了 临走的时候 宋晨还给李郎中留了一瓶药丸下来 是一瓶用来消炎的药 每日给她吃两颗便是 等她好了 我来接她 这药多少钱 他们赔的钱都在我这里 留着让我给宋燕燕看病的 我这药就不算钱了 宋燕燕这伤 虽然不是他们打成这样的 但是他们也有责任 这些银子您就不用退 留给宋燕燕看病 他们那边 我会跟他们说清楚 李郎中的院子里 宋王氏已经把宋赵氏做的那些事 都说给了大家听 他们显然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会是这样的发展 难怪我之前就觉得宋赵氏怪怪的 女儿成这样了 开口第一句竟然还是要钱 就是啊 我当时还在心里骂了他 现在看来是骂轻了 几个人在那边讨论着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去找李郎中退钱的意思 我看你们也该骂 这几个小子要是还不好好管教 以后兴许会走了歪路 之前你们给李郎中的钱 也别想着退了 就当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以后要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北关村的未来 也是你们的未来 你们不会想要自己的未来一塌糊涂吧 宋赵的话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 现在听到之后 却都陷入了深思 或许 以前他们对孩子们的寄托 都太过片面 从来没有想过 未来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能吃饱喝足 就是最好的 请单无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